好 郝丛容 难道你想退出了 孟四杰 对你的北腿功夫 我早已如雷灌耳 今天我想亲自领教一下孟兄的北腿厉害 黄丛容 你这是请了何处高手来对付我 这位就是明镇江北中州的北腿王 孟思杰 北腿王 谁疯的 佟大宝 你为了独霸武林投霸交易 真是不择手段 你的罪行不仅江南 就连江北也都传遍了 你毒害武当掌门勒死龙虎道掌 你还设下圈套收买叛徒 杀害南权太斗 数百名无辜者 被你残害江南武林 被你搅得一片血雨腥风 你的罪恶倾逐难输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祭日 哈哈哈哈 祭语上说我可以年过百岁 不过明年的今日我定会来此处为你们二位 托撒些纸钱 不过人 少废话 不过人 好 是 好了 好 走 丛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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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啊 丛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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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 小子 来 别说那么多话 喝点水 我 我 丛容 你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想到她再回去找佟大宝拼命 她这样做 无非就是为了以一死来报知己 奄奄待毙的孟思杰 后来被北少林的方丈所救 从此出家 归异佛门 两个都是至今之盛的好情男儿 关乡 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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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异佛门 人这是为什么 他根本不顾关乡子的感情 反说因为和孟四杰有言在先 不杀佟大宝 绝不娶关乡子 从此在福建南少林 出家为僧 这黄丛容 真傻得太可爱了 那关乡子呢 他后来又怎么样了 当关乡子知道黄丛容在南少林 他千里迢迢跑到南少林来找他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黄丛容已经受戒剃度 关乡子万念俱灰 他一气之下 也在九连山下当了逆宫 只有这样的事 关乡子真是太痴情了 你和关乡子 真是太相似了 这回我算明白了 那个关乡子 就是师太您自己 真的是师太 师父 你是在探讨龙泉经药吗 是的师父 你真的能够摒弃一切杂念 潜心研究禅礼和武功 师父 弟子把一切都想过了 为了肩负的使命 我只能负了小逆 今世的陈元 只有来世再续了 弟子决定痛断陈念 一心就学禅武真谛 往事难追 你不后悔吗 不后悔 我说了方丈不在你还偏要进来 武凡 你告诉我方丈他去哪儿了 我说过了 我真不知道 武凡 就算我求你了 你告诉我方丈他到底去哪儿了 我真的不知道啊 就是知道了也不告诉你 谁让你骂我是老和尚生的呢 我看啊你就是老和尚生的 你 有种的你回来 我回来又怎么样 我 我告诉你 不是师父管法证 是法证自己管自己的 这是真的 不信 你自己去问他吧 原来是这样 不行 我得去找他说清楚 我看他们都是傻乎乎的 对 看看你 宋凡士兄 我有话 跟你说啊 你们想说什么 我宋凡可不收人马屁 嗨 孋凡士兄啊 我看你绝对不是那种对朋友不够翼煦 那当然 那你师父现在被关了禁闭 你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我师父 谁是我师父 法证教你北腿功夫 理所当然就是你师父了 古人云 授人以术 毁人以术 那就是师父啊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咱先放下师父不说 先说你师娘吧 我师娘 就是那个小妮啊 听说她生得好漂亮 只可惜啊 这么漂亮的师娘 就要落发为泥了 她为什么出家做泥姑呢 这就要为你师父了 怎么在紫云安出家的 都是些又漂亮又可怜的女孩呢 难道真是红颜薄命 这就不关你的事了 还是先救你师娘吧 救了你师娘就等于是救了你师父 女人要出家 肯定是点男人死了心了 谁又能救得了他们呢 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啊 只有你才能救他们呢 你们为什么要救他 我们是想成全你师娘和你师父啊 成全他们 哦 你们是想让慧与师太 放师娘还俗 与师父团聚 善哉 善哉 师兄的悟性实在是太高 我办不到 哎哎哎哎哎 武凡师兄啊 你这可是做功德嘛 方丈都怕师太气愤 他那哪儿 哪儿有我说话的份啊 哎呀 师兄这件事全靠你了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师太这个人脾气太古怪 我说不上话呀 哎你说不上话 还有一个人能说上话呀 谁 你的先好洛兰呢 啊哦 那你胡说 我我悟凡是佛家子弟 心中除了有佛 对女人绝无一丝牵挂 有本事 你们自己找他去吧 哎哎哎 悟凡师兄 他只不过是开个玩笑 你何必当真呐 哎 你别一口一个师兄呢 安在南少林寺出家的辈分 和时间上 我啊 还是你师父呢 误凡师父 站住 师兄 我找法证师兄就说一句话 不行 怎么 你不跟我学摔教术吗 可 可这是师父的命令啊 没有他的话任何人都不能进去见法证啊 我速去速回 师父他不会知道的 这 这 多谢各位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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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 哎 阿正师兄 你让我找的好苦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我从大师兄那里 听到了你很多的事情 我很佩服你 也很敬重你 可是 你现在的做法 我想不通 许多人因为我而死 姑父 姑母 旨意禅师 还有北少林的兄弟们 还有爷爷 为了他们 我这点牺牲 又算什么 师兄 法晶 你回去吧 师兄 可是小妮 我只有对不起她 小妮她要出家 什么 小妮要出家 是的 她现在就在紫园 求师太为她削发为民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小妮 你不能这样做呀 你不能这样做呀 师兄 这就是牺牲 牺牲 牺牲 不 不能让她出家 不能让她出家 我要阻止她 师兄 法晟 你想去就去 但人生难得圆满 不免会留下太多遗憾 小妮 小妮 师兄 师兄 小妮 对不起 我不能叛徒而废 快到啊 快到啊 就这儿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得走后门才能进去 尼古湾还有后门呢 这你也不懂 越是难办的事 越得走后门 我见南少林寺 就是走到后门 你们在这儿耐心的等着 我叫你们进去 你们才能进去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先进去 好好好 等着等着 好 好 等着等着 好 等着等着 等着等着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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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你猜猜 讨厌 看你往哪跑 好 姐姐姐别生气 我把姐姐当成了若兰 你们这些和尚 老是想占尼古的便宜 我 看你年纪轻轻的 也不是什么正经东西 嗯 血腺居然动到尸太头上来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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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无凡是个杀不可辱 你在这样 别怪我不客气 那就来吧 我倒要看看你小和尚的那几下子 怎么样 哎 怎么回事 啊 进去很久了还没出来 对啊 我们进去看看好不好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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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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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住手 是太太来了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务凡 来 走 师太问话呢 师太 是这么回事 有个叫小妞儿的女子 在你们紫云庵出家 其实啊 她是法正的老婆 看不出小小年纪 知道的事还不少啊 那当然了 我还知道不少呢 法正是偷看人家洗澡 采取小妞儿做老婆 别说 让你来这儿是说正经事的 对啊 说那些干什么 对 师太 师太 我今天来啊 不会别的 只想求个情 求师太 您千万不要让小妞儿 学法出家呀 对 这些话 是谁让你来说的 我是受人所托呀 要是法正说的 我还可以考虑考虑 师太 要是别人说的 那就算了 师太 法正师傅正被方丈关着 他如何能来说话呀 袁赵 袁赵 你做事也太过分了 回去吧 走 快走 这下 有好事 这个 我我 我 老和尚大战老霓工 这下南少林可热闹了 师太还没答应小妞的事呢 小妞 发静 小妞 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 我要告诉你 发生她比你更痛苦 原来 我以为她对你无情无义 可是现在我知道了 不是的绝对不是 要完成和实现她的使命 是需要非常强的意志力 要克服对感情的丝毫懦弱 要忍受巨大的痛苦和折磨 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不 你让我把话说完吧 摄身处地地想 我理解你此刻的心情 可是发生对你的爱 是不容置疑的 面对着佟大宝 就意味着面临着死亡和危险 她之所以拒绝你 就是因为 她不想把死亡和危险带给你 她对你的这种爱 才是人世间的大爱至爱 小妮 我理解发生师兄 他这样做 是对的 人有些时候 是要做出一些牺牲 我和你 都一样 好了别说了 不管发生怎么对我 我对她的感情始终如一 我在紫芸安出家 就是为了断了她的念头 我为她都死过一回了 难道还有什么割舍不了的吗 原兆 你老实说 你到底居心何在 师妹 冷静点 冷静点 我冷静得了吗 二十年前你害我 现在你又害别人 师妹 你能不能不再提内心 这年就是了 我要说 为了两个孩子 我更要说 那好 你先听我说 行了 你什么都不要讲了 你就痛快地告诉我 你准备怎么处置法证 这件事啊 取决法证她自己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 那你说 我该怎么办呢 那现在就送法证和小妮 还速回乡 还速回乡 你知道吗 佟大宝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王 法证 她能往哪儿跑啊 那我现在就让小妮和法证 在紫芸安成为夫妻 紫芸安能容纳和尚 别说气话了 当然 从我内心讲 法证的确是一个可诉之才 所以 所以你才这样对她 我这是受制衣制托啊 我不能再对不起制衣了 你口口声声说为了制衣 难道只有毁了小妮和法证的感情 才能对得起制衣吗 师妹 你先回去 照顾小妮 法证这边的事呢 你相信我一定能处理好 怎么 你又要赶我走 分明是做贼心虚了吧 你看 我 我说什么你都不信了 那好 你现在就带我去见法证 我要亲自问问她 哦 这个 你就别装模作样的了 她现在不是已经关在达摩堂了吗 你怎么知道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好个误犯 师妹 师太已经答应说服师父 放你还俗 可你还这么死心塌地呢 我看你是傻这肉犯了 我不用谁来帮我 法证 你真的忍心毁了小妮一生幸福吗 我已经息怒之水 我才不相信你真的息怒之水呢 我 我这上一刀宰了你 闭嘴 师妹 我们走 走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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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太 法证 你知不知道你师父身边 一直深藏着这把断剑 师妹 在她的上面 留下了一段难以忘还的血泪悲情 别说了 怎么 你不敢面对 你自己失去了一切 还对你的弟子如此苛刻 黄丛容 你也太无情了 黄丛容 对 他就是你的袁赵师父 我这样做 也正是为了法证 法证 你师父说他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 你相信吗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与师父无关 这是你的心里话 他生生要拆散你和小妮 这能说是为了你好 你有没有想到 小妮为寻找你 吃了多少苦 这件事 是我负了小妮 您不要责怪师父 要责怪 还是责怪我吧 说得轻松 小妮为你付出了一切 你就这样报答他 法证啊 我没想到你和你师父一样 都是懦夫 师妹 你不要再自寻烦恼了 凡事不可太执着 执着 那你呢 你不说 我替你说 你对官乡子欠下了一辈子难以偿还的请债 你出家多年 你的内心如何平静 正是因为你内心太痛苦 你才以出家来逃避自己 佛门家 一切随缘吗 随缘 我心中是有陈念 可是出家人也是人 多少年来 感情说丢就能丢吗 这些天 我一直在痛苦中挣扎 我总想从过去中走出来 可是谁又能把那段往事忘得干干净净 袁兆 你超脱了吗 你顿悟了吗 我 当年 是你亲手毁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现在 你又扼杀一对年轻人的感情 师太 师父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您这种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说我过分 法政 我要对师太无礼 好啊 法政 你是非不分 还敢指责我 我不敢指责师太 我只想劝您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心里最清楚 用不着别人在这说三道四的 法政 好啊 袁兆 好 你的弟子可真了不得 居然还嫌我说三道四 看来我是多余的 师妹 反正他年纪小 不懂事 童颜无忌 你不能往心里去啊 师父 我不小了 是非好歹 我什么都懂 你懂什么 师弟 师妹 我是个瞎子 我就来说一些瞎话吧 有父子俩骑驴共同赶路 路上的人见了都说 哎 这头驴真惨 这么小就拖了两个人 听到这话以后呢 儿子就让父亲骑在驴上 自己牵着走 走了一段 有人说 哎 这个孩子好可怜哪 对啊 于是 父子俩就调换了一下 儿子骑驴 父亲牵驴 过了一会儿呢 又有人说 这个孩子真是不孝之词啊 为了不让人指责 父子俩决定 还是空着驴走 认为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岂知又有人指责说 看 这两个人多傻呀 牵着头驴 却不齐 不等于自讨苦吃吗 你们说 这父子俩怎么做 才对呢 法政 你以为 把自己关起来 就能解脱烦恼了吗 这是糊涂人都不做的事啊 可是你呀 现在还在做 师弟 你过去骑着驴 不对 难道现在你牵着驴 就对了吗 你过去吧 师太 我求您让我出家吧 我愿意在这儿 守他一辈子 求菩萨保佑坦致 在南少林完成他的意愿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小妮 我希望你再好好地想一想 一旦顿入佛门 必须要受比丘尼戒 三百四十八条的戒规 楚家人依戒法受持 才能正式成为僧尼的 我愿意受此戒 师太啊 给小妮受足戒三百四十八条 是不合适的 若兰提醒得对 此戒是不能随便乱守的 为什么 小妮 你今年有多大了 十九岁 年未满二十岁 是不能受戒的 为什么 现在就让你受此戒 恐怕你会忍受不了 僧尼的倾苦寂寞 和种种痛苦啊 师太 我能忍受这一切的 小妮 你就听师太的 等你二十岁以后啊 再受不晚 你还记得师父跟你说的话吗 记得 出家人应清修正果 无论你愿意去还是愿意留 我都尊重你的意愿 现在你就给我一个回答吧 法政你怎么不回答我 师父 弟子想好了 我仍然留在南少林为僧 这是你的真心话吗 是 请师父 给弟子 受比丘聚足戒 你真的愿意受此戒 弟子愿意 我怎么忘了 祖父 僧人年龄未满 不能受此戒 师父 弟子是自愿的 法政 你真心修炼 为是从心里为你高兴 现在 我解除对你的禁闭 法政 你发什么呆啊 你知道你师父 为你做了些什么吗 哪 cool 神酒 啊 你怎么回事 老师 还不 可以怎么回事 就是 看 struggles 你们这 大汉 你不要帮他 别拉我 别拉我 别个大汉 只能救我 你能害你交便 大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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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ld 你快看 你快看 大汗 谭治 我瞧不起你 大汗 大黄 你要跟着我干什么 我对小妮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有本事你去找她 我是没办法 去让小妮回心转意了 有本事 你去劝劝劝 道长啊 这些碎鱼你收下 谢谢道长 谢谢啊 多谢二位施主 大汗 要知凶急事 请问看破天 小老大 你少来 吹牛皮 哪能看破天的人 小老大不太相信我 那我替你看看 我不看没有 我不相信你那套 我一眼就看穿了你 是你自己心里害怕 害怕 我害什么 你要真的看破天 我就服你了 小老大 现在心里想什么事 无非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事 你凭什么说我想的是男人和女人的事 酒色财气四堵墙 人人都在墙中藏 若能逃出墙外去 不是神仙 是佛家 小老大 要我细说给你听吗 快说 你要说对了 这顶银子就归你 小老大 把你的手拿出来 让我看看你的长相 你眼下最着急的事 是自己的亲人 要在尼谷安出嫁 你怎么知道的 小老大 我说的话对不对 你会猜人心事 我还有话要送你 那你就快说 观其相 比上是德卦 下变得诗卦 凡是有德有诗 如今你是什么人 是不从心 得人相助男 扶去霍氏来 什么意思 在你的兄弟中 必定有一个是霍星 霍星 霍星 他闯了杀身之祸 偷偷地藏在寺院中 我 我 我不懂你什么意思 小老大 我看你额头上 黑云笼罩 必定有霍氏藏身 这霍氏 就是你那个兄弟 给你带来的 什么霍氏啊 你想想 如果你的兄弟中 有一个是朝廷侵犯 他本人死罪难逃不说 还有殃及无辜 那有办法 避开这霍氏吗 书斩眉目黄金鹿 鱼翼江山陷旧 吊在水中鱼未祸 死头忽见一明珠 什么意思 小老大 赶紧带着你的亲人 逃命去吧 哦 我明白了 多谢您告知 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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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乱咬人哪 大黄 你怎么随便乱咬人哪 大黄 你怎么随便乱咬人哪 我带你去见小弟 走 大黄 快点 走 走 大黄 你听我说 你现在就到安里找到小妮 你只要把她引到这儿来 我们就可以回家了 小妮 大黄 去吧 小妮 我不是承认要骗你的 你不该为谭智出家 她不指着你喜欢 为了对得起爷爷 我有责任把你带回家去 你们是谁啊 你们要干嘛 大黄 大汉哥出什么事了 大汉哥 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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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妮 小妮快走 走啊 大汉哥 怎么回事啊 小妮快走 别管我 那让她走 大汉哥 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 林大施主光临必死 您儿子就在那边 好说好说 在那边 好 谢谢 来 我们去上香吧 好好好 发明 发明 谁谁谁啊 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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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发明 快让妈看看 听说这里边练功很苦的了 不苦一点都不苦 今天干脆跟妈回回家去 走走走 我不跟你回去 你看 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谁啊 来来来 谁啊 不好意思 来呀 喂 这是你老婆 不是我老婆 这不是你老婆 这就是你老婆 快去你老婆 快去吧 不是我老婆 不是我老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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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亏 善通长老那两天要 辩不我林夫祥 怕一时半会下不了床 都是佛祖护佑 我这次上山来 一来是为还愿 二来还有个请求啊 林施主有事尽管说 方丈 法明学武是不是用功啊 法明脑子聪明 只要认真 什么都难不住他 知子莫如父 我了解我的儿子 林施主 法明长进不小 哎呀 方丈 你就别安慰我了 他德性如何 我太清楚了 他是您的儿子 知子莫如父 我们还是说正事 哎 今天啊 我想 带法明回家 还俗 成亲 原来如此 今天我拜佛还愿 特地请莲花班来唱戏 请方丈派人把他们接上山来 阿弥陀佛 你好 哎呀 坦志 姐姐 坦志 我现在改了法号叫法正 法正 挺好的 红脸姐姐 红脸姐姐 算长啊 你不要叫她红脸姐姐了 她现在是我们莲花班的班主 你该叫她干妈 干妈 哈哈哈哈 这样你可以收我做足利了 哎 这个问题啊 你要问问姐妹们 答不答应收你为头 哎呀那是肯定会答应的 哎 那也不理 最近在哪发财啊 哎呀 你还有心惦记着我们啊 哎 你看我这心里别提得多惦记你们了 哈哈哈 我看呀 你惦记我们是假 惦记红脸是真的 天地良心哪 如果我三角有半句假话 明天你就被狼吃掉 嗯 兄弟啊 为什么瘦了这么多啊 呃 没事 我帮他们干活去了啊 哎 三角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呀你过来过来过来 哎 这个最近啊 她要抛弃她的救命恩妻 所以她没脸见人哪 恩妻 哎 就是那个红头疼吧 可不是吗 她性格真是刚烈啊 一气之下顿入空门啊 哎 哎 真是世事无常 转眼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哎 白脸姐姐 咱们赶快走吧 不然就来不及了 嗯 快把东西放下来 哎 坦志啊 今天晚上不如你跟我唱一出目归影打宴吧 姐姐 我是出家人 不能唱戏 哎 哎 这这这这 为什么呀你不 哎 我这兄弟啊 他真有点不仗义了 哎 不是一点不仗义 是非常不仗义 特别的不仗义 非常非常特别特别的不仗义 哎呀 你就算了吧 我给你唱一段呢 好了好了 姐妹们快收拾东西啊 快 来了 快点 好 好 走 吧 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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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拍照 reflector的吗 陪我看戏去吧 去吧 外面在唱戏呢 你不去看看你洪传的姐姐拍盒 去 四角呢 这还用说 去戏场一定能找到她 怎么回事 不守着 他才想要带你 回去看看 哪个小岁 谁是个小岁 岁边坐 哪个小岁 哪个小岁 你来梦 我听说 可以哭 我看着你 把咱们都给我捆开 怎么不见红莲百合 你们两个在这儿看着 我去后面看看有没有嫌疑人不 是 是 方丈 福州提督王滕大人求见 法政 专心念经 告诉他 我一会儿就来 是 恐怕来者不善哪 请师兄继续主持法事 一定要看好法政 师弟请放心 法爷 在 咱们走 法政 专心念经 好 袁赵大师 阿弥陀 大人突然驾到 老衲有失远迎 袁赵大师 多日未见 你还是这样荣光焕发 精神不老啊 大人见孝 老衲日落西下一日不如一日 王某今日上山 特有一事相求 大人请讲 少林武僧荣兵抗击波寇 屡剑齐功 王某甚是钦佩 今日奉命打造一批配剑 每人一把 大人 历死有数百人之多 这太破费了吧 少林武僧屡剑齐功 这点破费算不了什么 那我就在这里谢大人了 快 把东西收下 哎 方丈且慢 我们不如把少林武僧集中起来 就在这里举行一个授剑仪式 王某这样做 一来是为了表彰少林武僧的功绩 二来 我也可以亲眼目睹 他们的英姿风采呀 这好办 法师一完 我马上集中寺里的全部武僧 你去 哎 你跟他们说啊 那把表彩太快了 今天晚上我也不知道 随便坐吧 哎 姐妹们是我呀 好久不见啊 哇 白哥姐姐你好漂亮啊 哎 同里姐姐 你来干嘛呀 我来看看你嘛 我好想你呀 哎 今晚唱你出来 秋江啊 哎呀 怎么专心 我不会唱的唱啊 你呀 有你的金不念 跑到这儿来干嘛 你就不怕被你师父 住出世门啊 我三脚 能怕谁啊 哎 红年姐姐 不然我们唱一出 霜下山 怎么样 哼 好啊 你唱尼姑 我呀 唱和尚 哎呀 这个蛋九 我不会唱啊 哎 可是我唱小和尚呢 倒是满和尚 这个里里里里是班主啊 里里里是班主啊 请问师父什么事啊 我大师兄叫我来呀 跟你没有事商量 哎呀 什么事啊 什么事救人啊 救人 你们少林寺那么多和尚 我们唱戏的 能干什么呀 哎呀 没你们的帮助 我们救不了他呀 到底救什么人 救法证 就是那个弹痣 你们救过他 怎么 他又出事了 法证又怎么了 你怎么在这里 我看姐妹们难得来一趟 所以来看看他们 好了 你快说 我们能帮什么忙 对呀 来 我跟你们说 姐妹们 是我 你们真不够意思 那天晚上看得我等了那么长的时间 你们这些人真是太不仗义 真没意思 于大哥 等今天唱完戏 我们给你白酒赔不试就是了 真的 那还差不多 那天晚上是知府大人 他要过生日 我没有办法 那我们就说好了 今天散了戏之后 我们一起到外面去喝酒 好好好 看于大哥这身打扮 好像是微服私房 还是你聪明 本大人今天到这儿来就是微服私房 那是不是要抓什么朝廷钦犯呢 过来 我们这是一次秘密的行动 那个朝廷钦犯就藏在对面的南少林寺上 我们已经发现他了 所以这次我想他是插之爷南非了 好了 于大人您呀您先出去吧 我们就要上台了 我在这等你们好吗 那我就先下去太细了 姐妹们情况紧急 马上奋斗行动 对 好 好 给我搜 是 多虚 啊 小羊 是啊 还我 快 金大帝 走 走啊 大人 把大帝给我包围起来 一个也不去跑 杀 把这些人拦住 快 把他们拦住 快拦住 都围起来 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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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起来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快抓起来 给我抓 兄弟 不可冲队 把人都围起来 把人都围起来 小心放走七少政 请大人再忍耐忍 法事马上就完 哪儿来那么多唱戏的 都是林大师如起来的客人 这 来人 把和尚都给我抓起来 其他人 都围出去 快 抓起来 都抓起来 站住 大人 这是玩儿媳妇 玩儿媳妇 是啊 是啊 没错 快 站住 大人干嘛呀 就是 走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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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 快走 那儿 Nancy 当然要决心 不过我发现在武僧里面 一定少了我要找的那两个人 大人原来不是为了授剑来的 你来干什么 我来帮你来了 放开人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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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人 放开人 快打 走 没事吧 细手针 看你今天往哪里跑 我们上大了 快走 走 我杀了你 快走 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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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快追 追 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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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要救法径 不行 全入入口和追兵了 那就不救他了吗 先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再说 快拼着他 快 快 快 法政 你有没有事啊 我没事 坚持住啊 一会儿就好了 那边有船 法政 是船啊 红船 后面有救了 走 走 走 姐姐们 快来看哪 那水里有人 什么 那水里有人看见了吗 怎么了 怎么了 原姐 原姐 你看那上 那水里有人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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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那不是毯智吗 对 快 把船开过去 快去 把他们几个拉上来 快点 这怎么回事 谢谢啊 你要救的那个女子 是不是送你红肚兜的那个人啊 嗯 你呀 也该早通知我们一声 好让姐姐们帮你出出主意啊 这南少林怎么不派人救你们呢 师父他不肯啊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没救出小妮 法静也丢了 我们怎么回去啊 哎 我看你们还是留在红船慢慢调养 然后 嗯 对对对 三角说的对 现在回寺院 师父准饶不了咱们 我不救出法静 我绝不回去 我替你们拿个主意吧 你们现在回去啊 师父肯定饶不了你们 不如你们留在红船养伤 以免打听小妮和法静的消息 然后 我们一起去救她们 哎 姐姐 姐姐这主意真好 不救回法静 我真的是不甘心啊 你张嘴闭嘴救法静 就没把小妮放在心上 救了法静 不就是救了小妮嘛 再说 法静可是我的干亲一妹啊 法明 胡说什么 一妹 听你的口气 法静她好像是个女人 哎 对对对 我也觉得这个话特别别扭 人有三急 我 我先走了 法兵 你别想溜 失陪一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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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是真的吗 法能 你别听她瞎说 她一时轻急 才胡乱说话的 啊 我 我不瞒你 你 法静她真是个女人 啊 这这这真的 这是真的 是真的 你早知道她是女人了 你怎么告诉我呀 你这人 我 法成 我们是不是朋友 是不是兄弟 是 既然是朋友 是兄弟 这么大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 你现在就跟我讲清楚 要不然 你就不是我法能的朋友 法能啊 这件事 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啊 法静她跟你一样 都有着深仇大恨 她是为了给父亲报仇 才冒险 女扮男装 来到南少林学艺的呀 我弄不明白 你明明知道她是女的 还替她瞒着 你难道 不怕私归的处罚 这是为什么呀 我同情她的遭遇 钦佩她的意志 所以 哎哎哎哎 兄弟兄弟 我看这件事 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算了 法静师对她呀 不是师妹啊 跟我们关系都不错 你忍心出卖她吗 法能 法能 我现在是法静的干戈了 不看僧面看佛面吧 啊 你这干戈又怎么了 那法政干着她什么人啊 多少日子跟法静同床共枕 早该是夫妻了 不是 那个哎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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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们连一个气少政都对付不了 如何能对付得了南少林 大人 要不是那温厚大盗郑雄大恩抢人 气少政早就被我抓住了 他大盗郑雄分明是想抓到 要挟我们的把柄 气少政逃得了今天 他既然现身 就逃不过明天 你这些话 我听得太多了 嗯 童大人 我们虽然没有抓住气少政 但是我们抓住了他的老婆 气少政什么时候有了老婆 就是那个老猎虎的孙女 太好了 有了这个人质 就不怕他气少政不出来 人呐 大爷上来 放开我 放开 放开 啊 啊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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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气少政的老婆 是 你们已经圆房了 对 和尚怎么能有老婆 哼 太近能能长胡子 和尚为什么不能有老婆 我 你把童真 真的给了一个小和尚 是又怎么样 不 我不相信 我和尚的人 死是他的鬼 一个和尚怎么能毁了你的童真 不 我要亲自验证 验证这一切 不是真的 我要把气少政千刀万剐 大人 带下去 是 童大人大导郑雄求见 来的正是时候 让他进来 是 有请大导郑雄 有请大导郑雄 童大人 我又给你带来一件礼物 不知又是什么货色 大人 这是一位可供您采音补扬的绝好妙药 童大人 这是南少林寺的小和尚 你们把我童大宝当成什么人 难道我是那种生色犬马的好色之徒吗 童大人 不要心急 他是南少林的和尚不假 可他是个慈和尚 他是真正的厨女 童大人若是不信 您可当场验证 童大人 让我来吧 不 我要亲自验证 嗯 嗯 一个女子竟然能混到一个和尚庙里去 一定是有相好的做内应吧 说 是七少政啊 为了七少政 我先留着你 带下去 带下去 嗯